咸菜吃完,坛子留着,切一个洞备用,接上出水口并用骨架胶加固,去掉调水开关换成生化棉,把水泵放在坛子底部,把下水管打孔并包裹过滤棉放在坛子底部,倒入清食做出水位,放入提前泡好的干水苔,找个东西把水苔按紧,在下水管顶部打上发泡胶,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吃鱼土,把乌化器放进乌化仓,出水口接上三通放进乌化仓,打上发泡胶把乌化仓固定在钢壁上面,在乌化仓两边各放一块松片, 用发泡胶做出河道,继续在乌化仓前面添加松皮石,用骨架胶把所有石都固定在一起,发泡胶拌干时放上碎石子作为点缀,找一块生化棉盖住乌化仓,用骨架胶固定碎石子,放一颗狼尾绝,放一颗大漠酒里香,再放一颗悬崖溜月雪,加入吃鱼土盖住植物根部,用纯净水喷湿土壤,铺上提前准备好的短绒台仓,并处理好细节,用短绒台仓盖住乌化仓顶部,用纯净水把台� 全部喷透,倒入细流沙,倒入提前准备好的纯净水,打开水泵测试乌化效果,再放上一个钓鱼的老头,完成!